中国还有三次巨大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 我相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中国将进一步市场化 我们没有选择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 中国一定会进一步市场化 第二个 中国真正巨大的机会 一定在内需 在消费市场 中国会有五亿消费者 五亿中等收入 但是即使从中等收入 变成中产阶级 本身就有巨大的挑战 和巨大的机会 中国的内需潜力 极大无比 中国未来一定是加大服务业 因为只有服务业 才是未来解决就业的关键点 未来的制造业 离开服务业就不可能生存 未来的服务业 也一定是制造业 阿里巴巴是服务业制造业 我们认为我们是制造业 我们是制造数据 处理数据 用数据作为生产资料 去支持别人发展 第三 共济测改革 很多人不一定能听懂 但是我认为 经济全面数据化 所有的企业必须上云 所有的企业必须利用数据 用法发展 必须利用技术 这才是真正的 共济测改革必须要跨过的 其实美国经济这两点好 一个很重要的看 前十名 原来美国的前十名 基本上都是传统制造业 而现在市值的前十名中 70%是IT企业 数据公司和技术企业 美国已经完成了 绝大部分的转型 中国正在转型制造 而可悲的是 我们的很多企业 在骂数据公司 因为是他们破坏了我们 事实上 你应该想到的是 我们应该把握这些 迅速拥抱这些技术